一旦发生灾难 蓝天白云慈祭人的身影就会出现身手援助 2008年缅甸纳吉斯风灾 阵营上人不忍众生受苦难 由马来西亚慈祭人承担长期震灾工作 写下国际震灾历史上动人的一篇乐章 而2004年南亚海啸慈祭启动震灾 灾民变成志工 扭转了悲情 有了温暖的注解 灾难 悲极无言 2004年12月26号 南亚大海啸 马来西亚受创最严重的在槟城和吉达州 神与死 浪涛间 monter家aper 厨师亿 山寺还让我叫他们祖物都放在 Ap 山寺到 山寺物都被村子 长官 疫苗喝酒 Cody 边进来 Kelsey 感楣 胚胚 黄文鸡 陈宝珠夫妻 一下子就失去了六位亲人 其中三个是自己的孩子 在当时是此地志工拥抱着他们 点滴心头 夫妻俩找回爱人的力量 2011年返回台湾受证 自此以后 看谁也都是亲人 也从南亚大海啸起 此季马来西亚分会 启动国际赈灾的脚步 这让他们足以应变下一场大灾难 2008年5月2号 缅甸的纳吉斯风灾 热带气学纳吉斯铺天盖地而来 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 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全普百姓 默默承受老天爷的考验 此季基金会展开跨国团队赈灾 这一次的缅甸救灾 动员最多的人 那最大的力量 稳定力量 带动力量 爱的传承力量等等 大部分都是在马来西亚 他们共同那一份的核心 核气 父爱协力 他们就是这样的轮流 那种的长期守护缅甸 那种长期付出 用心 用爱守在当地 2013年缅甸马阳贡第一中学 和亚伦第四中学 原建完成移交 有心如这群学童唱着中文歌词 表演手语 更有许多的本地志工 华裔志工同入 愿意用一辈子来呵护这块土地 原本的救灾之路 如今是爱心铺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